朋友们好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首先祝大家这个端午节快乐 然后呢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这个无人机项目这个课程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内容呢 既没有代码也没有实验 但是呢估计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点迷糊 不过这个不要紧 我们这个后面实际操作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PT 好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PID控制算法这个介绍 说是介绍 实际上把它这个PID控制算法这个来势精神啊 都给讲了一遍 那么我们PID算法呢 是用于这个闭环返回控制系统当中的 一个最常用 而且也是最经典最实用的一个算法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闭环返回控制系统来说呢 这边是它这个控制系统的这个框图 那么这边是命令给定 然后呢经过中间这个比例积分微分啊 PID嘛 P是比例 I是积分 D是微分 经过这个三个环节的运算之后 再累加 把这个运算结果累加之后 输入给这个执行器 执行器执行这个控制器输出这个命了 这部分是这个控制器 这部分是执行器 执行器执行完了之后呢 我们因为是闭环反馈嘛 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环路的 这个环路是这样的 从这儿到这儿 然后再经过传感器回来 所以呢一定有一个反馈环节 就是从这儿过来 经过传感器 然后再反馈回到这个命令端 与命令做比较 那么这段命令给定之后 一般是 有的是常数命令 有的是一定邪律的命令 那么比如说常数命令的话 这给定之后这个预算器 控制器就不同的算啊算 一圈圈这样算 然后呢每次都更新一下这个输出 那么这个更新的输出的这个周期呢 是与这个控制器本身有关的 这就是一个 闭环反馈控制系统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模型 一般我们来说 给定命令是R 输出状态是C 控制误差是E 也就是说 你适当这个R跟C的这个差 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控制误差 然后输出控制量是U 这边给出的是U 那么这个PID控制呢 它最基本的是这个比例控制 比例控制呢 实际上它作用就是放大误差项 也就是说 你的设定值减去你的反馈值 就是误差项 误差项的话 经过P放大之后 再进入PID控制器进行运算 那么不是 经过P已经放大了一次了 放大之后呢 再经过I和D去运算 那么这个P越大呢 它控制精度就越高 很显然了 因为你这个P越大的话 它比例越大 放的越大 那么你一点点小的误差 比如说你万分之一的误差 都能放到很大 那么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P越大的话控制精度越高 所以我们设置控制器的时候呢 就会尽量的把P增大 但是呢 这个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限度的 提高P虽然有利于改善这个系统的想象速度 也有利于提高控制精度 但是呢 P过高的话系统容易超调 所谓的超调呢 就是产生过冲 就是一下子调过油子了 然后下次再调回来 又调过油子了 然后继续调 来回调 来回调 就容易震荡了 那么这是一个我仿真的这个不同的PID参数的这个比较效果 这个我仿的是Ki和Kd都不变 只改变Kp 那我们看这个红色曲线明显的就是过冲了 产生了震荡 一下冲上去 然后再来回冲冲冲冲冲冲 最后呢 它是趋于稳定了 但是开始这个结果呢 就是动态响应过程 它有一定的超调 然后绿色和黄色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比较稳定 但是黄色这里也有一些小过冲 有一些小震荡 这是一个直观的感受 大家看看这个图 了解一下这个参数改变的话 对这个控制系统的性能的一个影响 好 那么积分控制的话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消除系统的静态误差 静态误差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控制器输出趋于稳定之后 也就是说控制器不怎么调节之后 这个系统的这个反馈值 和你的这个命令值相差的 那个值它不变了 所以叫静态误差 那么如果没有积分控制的话呢 只有比例的话 那这部分静态误差是消除不掉的 然后增大这个积分项 会引起系统的这个积分饱和 所以呢 这个PID这三个参数呢 每个都要精细化调节 不是说我们它好 我们就把它无限制的放大 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不稳定 一个系统它最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系统本身不稳定 然后减少积分项的话 又不利于静态误差的消除 所以说这个PID这三个参数的 都是在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 那么同理我们也对这个积分的控制作用 进行了仿真 好看下面这个 我们这个 KP的话 是不同的值 是跟我们刚才一样 然后这个KI里面有一项我改掉了 最后一项 其他的都是KI等于0.015 最后一项这个 淡绿色的 我把这个KI改成0了 然后其他的参数呢 都维持跟原来一样 那么你发现这一项 它最终稳定输出 这个值 远没有达到我们蓝色线 就是我们这个理想的输出这个值 就是因为它没有积分作用 它有一个净差 那么这个蓝线跟这个淡绿色线之间 这个区域就是所谓的净差 净态误差 因为控制器的输出已经稳定了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净态误差 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设定值 这就是积分控制的一个作用 然后微分控制的话 它是实际上 它是体现了这个误差的变化率 那么增加微分相呢 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 也就是说它会超前的去控制这个 超前的去输出一个控制 去给这个执行器 让它提前去 根据这个误差变化率去控制 我们的这个控制对象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微分嘛 它是一个微分函数的关系 所以它的抗干扰能力差 因为我们的这个干扰 一般都是高频相 高频的干扰 所以高频的话 对微分是比较敏感的 加入微分相的话 比较容易引起震荡 所以呢 要谨慎使用 也不是说不用 分场合 然后用的时候也需要谨慎 这是我们对微分控制的一个仿真结果 其他参数都一样 PI都一样 D增大之后 一个没有D 一个是加入了比较大的D之后 这绿色的线 也是体现了一个震荡的过程 那么最终呢 它也会趋于平稳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动态过程中 它震荡的比较凶 那么PID呢 最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应用的是这个模拟的 PID控制电路 那么模拟的PID控制电路里边 就是离不开运放啊 电容啊 电阻啊 这些东西 那么模拟的PID控制电路里边 这个P比例下 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向放大器 啊 这里边是输入 这里边是输出 然后 反馈电子网RF比RA 然后负的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呃 那么它对积极信号的响应如下 因为是一个 它是纯比例控制嘛 所以它是一个线性的响应 那么呃 积分环节 它的表达式是这样的 因为积分环节 就是在我们这个 运放上面 画一个电容 啊 原来这里比例环节是个电阻 这里积分环节是个电容 电容的话 它就不是线性的了 它要电容会充放电 所以呢 我们这个表达式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积分 然后RI乘以CI 这是一个积分场数 它对积月信号的响应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积月信号是上来一充 那么电容的话 是你你充你的 我不着急 我慢慢在这充电一点点上去 所以是这样的一条曲线 呃 然后这个微分项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电容位置跟电阻位置 倒了个个儿啊 原来电容在这个反馈 环路上 现在这个电容在输入环路上 那么表达式是这样啊 DVI比DT 呃 低频增益小 高频增益大 这是很显然的 因为它是微分嘛 低频的话 它微分值很小 对积月信号呢 享用如下啊 积月信号 最开始的这一点 它的这个高频分量是非常丰富的 积月信号是这样冲上来的嘛 所以最开始的这一点呢 显然增益比较大 慢慢的越来越下降 然后最后趋于零 这是我们蒙也电路的这个PID 然后我们看一下 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里是我们的给定值 这里是一个反馈值 这两个这两者 经过这个运放啊 这是个插放 就是做差的运放 插放之后 得到就是误差值 误差值 这一路是明显是比例环节 运算完了之后 到这输出 这一路是积分 积分完了到这输出 这一路是微分 这一个差值 经过比例积分微分之后 再经过这个反向加法器 求和把这三种运算的结果 加到一块 最后输出到我们的执行器 这就是整个一个PID 跟我们前面那个空图 完全对应上 啊 PID 然后加到一块 累加结果 然后输出 好 这就是我们最最经典的 这个模拟电路PID 这也是我们啊 数字电路出现之前 我们的控制系统的一个样子 啊 很老 这个器件很多 很麻烦 然后分析起来呢 也比较别扭 但是很好用 而且这也就是PID算法的灵魂 都在这儿了 这些参数也都能调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 原始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啊 看一下这个数字PID控制算法 数字PID控制算法呢 实际上核心也没有变 它就是对模拟PID算法呢 进行了一些离散 离散的原则呢 因为P它是一个比例系数嘛 所以我们数字也可以产生比例系数 所以这个就不用再离散了 主要是这个积分和微分环节进行离散 为积分环节进行离散呢 我们数字控制器 擅长做加法乘法 所以呢 我们就以累加代替这个积分环节 因为数字控制器 它预算速度非常快 在一个很小的DIRT之内 那么它把这些误差累加起来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积分的效应 然后呢 以一阶差分代替一阶微分 就把这个微分向D表达出来了 这个一阶差分实际上就是用斜率表示嘛 然后 这是 这个上面是模拟的这个PID的这个表达式 那么离散化之后呢 就变成这样了 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微分向 这是积分向 以累加嘛 累加和的形式代表积分 然后以这个斜率的形式 也就是说差分的形式代表这个微分 然后这个 比例项还是不变的 然后呢 它数字算法的时候呢 这个ET就表示 转成EK了 EK表示DK次采样时的这个误差 因为它按每次算的 数字的它是离散 它不是连续的 所以它只能一次一次算 我DK次的输出 就是DK次的这个误差 乘以这个比例系数 然后后边加上这一坨 不拉不拉算下来 但是大家注意到一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累加求活的方式 它是一接从0到K 也就是说算DK次输出的时候 从DK次到前面的D0次开始 这些通通都要累加起来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经典的 位置式PID数字算法 位置式数字PID控制算法 那么前面说的这个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它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要不断的累加这个EI 一接 sorry 然后呢 当前输出跟之前所有的误差都有关 那么我们翻回前页看一下 这是DK次的输出 它不仅跟DK次的误差有关 还跟从0到K次 这所有的误差都有关 所以呢对于一个控制性来讲 我们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期望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当前输出 就是跟当前误差有关 没必要跟之前的所有的历史都扯上关系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很聪明的人们呢 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位置式PID给它变成增量式PID 增量式PID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算临近两次的X DK次的减去DK点一次的 然后后边这些算术就是很简单的加减法了 算下来之后 就等于 EK EK-1和EK-2 也就是说只跟当前误差 上一次误差和上上一次误差有关 这比例就是ABC ABC跟KP KI的关系呢 大家一对应就能对应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们 DK输出的这个增量式PID的这个增量值 那么增量式PID控制算法呢 它当前输出只与当前误差 EK和前一次误差 EK-1和前前次误差 EK-2有关 与这个EK-2之前呢就没关系了 所以这就断开了与历史的关系 PID计算输出的是控制量的变化量 而不是绝对量 什么叫变化量呢 也就是说我输出的是DK 这个DK呢 不是你本次输出的这个绝对的调控量 而是在你上一次的基础上的变化量 因为这个DK-UK是等于UK-UK-1嘛 所以它输出的是一个基于前一次计算值的一个变化量 那么我们如何得到本次的输出量UK呢 你就可以用UK-1加上DK-UK就得出来 这次应该输出的值了 对于有一些控制系统来讲 比如说不经电击的控制系统来讲 它实际上每次输出的就是这个DK-UK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加法 再加一遍去计算这个UK了 因为我们输出的就是这个变化量 对于以前的输出值呢 我们不关心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需要点时间去理解 然后呢仔细看看这个公式 那么最好能在纸上自己一步一步推导一下 我们推下来之后呢 就能理解这整个PID控制算法的一个精髓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这些 好谢谢大家